中国深圳泥土崩塌了67个小时 救难队终于成功救出第一位幸存者 19岁的田泽民获救时 身体极度虚弱 严重脱水 部分皮肤已经坏死 他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 根据院方最新消息 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位于非洲北部的利比亚首都尼泊尼的郊外 有一座被称为无名寺坟墓 这里安葬着身份不明的王者 他们原本计划搭船远赴欧洲展开新生活 却没想到途中发生船难 总计死了数百人 他们的身份一旦获得确认之后 才得以落叶归根 名为大放子的乐透 22号席卷西班牙全国 这一天开出的投奖奖金高达400万欧元 约1800多万零级 本期开出投奖号码79140 共有1600名幸运者中奖 每张彩卷可以平均分得180多万奖金 西班牙乐透历史悠久 可以追溯到1812年开始 如今每年的12月22号 也是举国民众期待的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